你 凌儿 有些话我必须和你说了 而且再隐瞒下去对你也不公平 你不能再喜欢秦商场了 我知道 他的确很优秀 很容易让人清心 但是 他已经成亲了 他特别爱他的娘子 他的娘子也特别特别爱他 有多案 你怎么在这儿 好好享受难得的二人世界 谁要跟你享受二人世界啊 凌儿呢 钱大友送回客栈了 你之前送金钗的时候 不是特别激进吗 干吗让他送啊 你自己怎么不送啊 娘子你这就冤枉我了 那个金钗 原本就是钱大友要送给公主的 我手上的这件藏品 就是留金梅花钗 我能买得 钱大友那点心思 难道娘子猜不出来吗 没我的 我 pada个人 我觉得是 都是这么喜欢谁 你不要 真是牵起前 類似有什么 行划 这个事 ぜひ 我之前未说 只是想让荣儿明白 你我之间 不需要这些计谋和套路 谁高谁低根本不重要 反正在我心中 荣儿就是最高 最重要的 只要荣儿开心 为父心甘情愿 为你驾驭一辈子 你快起来 快点 坐下 我知道了 我就是害怕 荣儿在害怕什么 成亲之前 我就患得患失的 你好不容易把我哄好了 结果成亲第二天 我就惹你不开心 所以 我就怕自己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合格的娘子 才用这种方法讨论你 荣儿可真是贪心 刚拿完女侠榜第一 就想拿完美娘子榜第一吗 小傻瓜 我们都是第一次做夫君和娘子 难不成 你初入江湖时 便是女侠榜第一了 我知道了 我刚当女侠的时候呢 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所以 这种速成之法 不要也罢 但这次不一样 夫妻之路 我会一路相随 对了 为了赔罪 我还为荣儿准备了第二份蜜月大礼 猜的是什么 这是宋芬提 你穿着云鹤大侠的衣服 那肯定是要跟花花大侠 一起铲除青红包 为民除害 聪明 老公 儿子 做到了 鳗 好